大家好,又是我們帥母花園 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很高興請到我們一位義工 就是阮華,阮華姐你好 你好,Jane 我看到你手上有一盤很漂亮的蘭花 這盤蘭花如無意外 都是我們做給我們的神師梁啟光神父 一會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選擇蘭花的一些心得 我覺得運輸也是挺有挑戰性的蘭花 因為它很高 有個高度又比較輕柔 一撞掉了一個就好像已經吊失了一個花 現在我們又找了阮華去分享這些 阮華其實已經差不多 我們是聖母花園的第一代義工 由很早我們所謂成立這個聖母班員的時候 已經是參加我們不同種類的活動 由樂手樂的去幫忙 現在也在聖堂那裡做一些插花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就很高興 邀請到我們的義工阮華和大家分享一下 阮華,阮華,我們想和你拿一些小貼士 你現在手上的一盤蘭花很漂亮 做給我們的神師梁啟光神父 我覺得做蘭花也有些要缺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要缺我也是不太懂的 不過很多時候就去問問問問問的時候 他就教了我一點點知識 我們選擇蘭花是要選擇操的 操的代表那盤蘭花會生長得很漂亮 就是要操作的 操作是健康、漂亮的 買回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上樓盤裡 我是用水苔的 嗯 還有淋花就是淋水 我們不會淋很多 淋少許的 我們會摸在盆底 看它乾或濕 如果覺得盆底更濕 就是不需要再淋水 我習慣了大概十天左右 才淋水 但淋水就不多 回來的時候要喝濕毛巾 或者濕紙巾 就慢慢抹那些葉 會漂亮很多 漂亮一點 漂亮一點 有些花籠 有些人喜歡噴一些東西下去 令它乾燈和濕 很亮的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聽了阿sir 如果噴了 就怕它生長得不太好 所以我習慣了用濕布抹 隔幾天抹一次 所以你買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那塊葉是油潤很多的 是啊 好像我們做了眼鏡一樣 是啊 當然 當然 你看 買了之後回來 捧回家裡的時候 那些花籠會幫你包住這些花瓣 那你捧的時候 就不要把葉瓣 最花瓣的瓣 就向前 你向前 你走的時候 人家很容易碰掉 一碰掉了 那支花 就已經有瑕疵了 就不太好 那我們就盡量把花瓣 就打橫捧 就好像你現在這樣 是啊 打橫捧 感覺上安全一點 你自己可以用手 撥一撥它 如果突然有人撥一撥 你的手就可以撥 等於撥一撥的位置 會好一點 要不然你很肉赤的 回到家裡 是啊 因為有些很漂亮的蘭花 可能真的很貴 不過呢 是的 我現在這板 就是屬於是Q版的 Q版 如果你大盤 大袋 那些 買回來 你自己 還要去修飾一下 有些裝飾掛飾 你弄這些東西 你都要很留心 因為我已經失敗了一次 捧到回來沒有問題 到最後一刻 那些裝飾掛飾 覺得他弄得漂亮 還想漂亮一點 就是失敗了 一支斷了 因為他的尖很長 是啊 你這樣一向 長 如果你的人對著 或者你不在意 你不停摔下頭 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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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斷了 在最尖端的地方 斷了 那你就沒辦法了 我就要買一支 或者少了一部分 不行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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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給人 也好 或者是自己 寧願再買一支 再送給人 對 總之 自己想知道什麼知識 盡量去問人 真的 我是每次問的 每次問 是的 希望別人被我問的朋友 不要嫌我犯就行了 哈哈哈哈 他又覺得 好像這麼笨 說著你 說著你 不是啦 我們很好喝 我們是好喝之人 有什麼 是 大哥 現在我們 當你開始的記性 是 沒有那麼好記性 是會 有時候不記得 就變成了 犯了那些朋友 哈哈 這個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的問題 但是我發覺有時候可能我們已經 是這個 用手機 已經習慣了依賴很多手機 的資訊性 不斷都會有資訊進來 讓我們自己去看 那有什麼需要記 你叫我寄你的電話號碼 我都不可能去寄電話號碼 總之找你的命出來 就是你了 所以基本上 就已經是一個資訊性的時代 所以不是你的問題 是大家這個世界的轉變 已經是 而且我很喜歡你這個藍花 就是 我覺得藍花因為它的高 無論它是有Q版也好 或者一些比較大支也好 我覺得怎樣 都是一定要加一些所謂的裝飾品 是的 無論是你現在今天 你打了一個很漂亮 也不是雙蝴蝶 是一個已經有六個蝴蝶 在這裡 還有一些金色、紅色的東西 怎樣都會增加了節日的氣氛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好像我們的女士一樣要扮靚 可能都會有一些小小的手飾 可能點綴一下都已經很漂亮 因為尤其是藍花這麼高 它那支裙子 其實中間真的加了些少的飾物 它就已經是整個很有生氣 是不同的體法 是不同的體法 是整個生氣已經很重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再加些少的植物 可能是比較容易保持一些的一些植物 可能是那些畢業、ivy等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你很厲害 是的 因為現在買蘭花也不要說價錢 我想今年、新年來說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個所謂疫情的底下 也能買到一些漂亮的花 可以過一個更開心的新年 那阮華因為她都在聖堂插花 你是不是也選了一幅呢? 有幾個粉紅色的太陽菊 再加上康乃興也有一個層次感出來 我一會兒在螢光幕上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選擇這個花 或者你做這個花 背後的意念是什麼? 太陽菊 我覺得是代表光明 一種很... 那種動力、強力 令到你很有信心去做這件事情 康乃興是一種溫馨的感覺 大家一種聯繫的關係 大家彼此很關心 朋友和朋友之間互相關懷 互相慰問 其實康乃興的意義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是啊 我看到整個感覺都很和諧 因為太陽菊 它也是一個粉色系列 你選了 加上你剛才所說的康乃興 整個感覺如果放在聖堂 或者就算放在家裡也好 都是一個好像很和諧 很有活力、一個光明的感覺 如果放在聖堂 我就會更加投入到 我們經常都說信望愛、信望愛 其實有時候你說不小心 其實這件事情可能是很薄弱的 有時候就是一個很人性 有時候可能在低潮也好 或者是不開心的情況也好 求食 其實在想信是什麼呢 但是當你有一些可能是物件也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時候 我們自己的教育很喜歡保持聖堂 或者就算你是一張照片 就算是貼在家裡 可能在一個牆壁上面 可能有時候這些都是提醒自己 其實天主耶穌其實在這裡 剛才你說的康乃興 我會聯想到 我感覺到你說的是媽媽 所以有時候康乃興 就是經常跟母親子很有關係 可能就是那個愛 那個關懷 可能是那個家人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你也很厲害 你其實學了多久 其實我是無意中的 參加聖堂花園 都是由我的同學引領我 一起參與 而這個再去繼續學 幫聖堂做事 也是聖母花園的一個姐妹 帶領我去的 因為聖堂的老師 就是義務教的 教了 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奉獻聖堂 幫聖堂插花園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幫手 是啊 我們都不講求什麼 其實都沒有登階級 我們是肯付出時間 因為我有什麼時間 我又付出了出來 去做一些服務 聖堂 可以自己學習 很開心 是很開心的 對著那些花園 你是沒有憂愁的 你是會慢慢投入進去的 我想問一件事 你說到這麼開心 但總會有些很麻煩的事情 你覺得在整個做插花過程之中 最難去處理的是什麼 要你去採購 是啊 是的 真的 為什麼呢 你說一下 譬如你去想 譬如當日的主日 證言是什麼 福音是什麼 我們就盡量想 可以就到的 做出主題出來 帶領出來 那你也是要想 我是用什麼花去配合主題 還有你又要想 又要想到那個預算 你又沒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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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可以 不可以太過超值 是啊 是的 所以你就要去 有什麼花可以代替那種花 便宜一點 就是你買菜 是啊 真的 你家事買菜 人家一條東京斑 可能是普通的一條 紅衣魚 我覺得一樣都很開心 一樣可以煮到一道很美美的菜 紅衣魚也不便宜的 避免避免 太好了 我也覺得有同一個同感 最好就是可以在預算之下做到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無論怎樣都好 都是一份的心意 無論多艱鉅都好 可能其實都是一個機會去鍛鍊自己 就好像聖經經常說 天父不會給你一個重擔是你揹不到的 你怎樣都應該會做得到 因為她是揹著你來走的 所以你要做小幫手 對呀 對呀 就好像聖得難壽女那樣 懷大 我們做小事 而且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有機會 以一個認識來做奉獻 又可以給多一個機會自己去看 所謂的聖言 你不看又怎會想 你要去想 你自然就要去看 所以變成多了一個機會 就是你又可以真的要去聽 要去看 要去研究 然後再有你的靈感出來之後 還要去買 買才是最辛苦 如你所說 做可能是做最享受的過程 最投入、最開心 當然出來的效果 又會是自己滿意得利 又可以是一個心靈的奉勸 這就是最誇張的 多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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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